精明的农夫 从前,有一个农夫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富有的男爵的田里干活 在过去,成群的强盗藏在平原后面的大山里 但是后来,国王派他的士兵去搜寻并且消灭了这些坏人 因此现在这个地区安全又平静 哦,又一把武器 每隔一段时间,田野里就会发现过去的战斗中遗留下来的旧武器 一天,农夫在砍树桩时发现了一个装满金子的袋子 哇,这是黄金 这个农夫平生只见过银币 所以发现金子让他非常惊讶 当他开始往家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这么多金子,我该怎么办呢 在回家的路上,农夫想到了这些突如其来的财富可能会给他带来的麻烦 嗯,我该如何处理这些金子呢? 在南爵领地上发现的一切应该属于南爵 依据法律,农夫必须把金子交给南爵 但是农夫决定留下这些金子,因为这样才更公平 南爵有很多钱,而我很穷,我比他更需要这笔钱,所以我要留下 可是 他意识到如果有人发现他走了好运,会有很多风险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但是,我妻子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根本管不住自己的嘴,没法保守秘密 他一说出去,我就会被关进监狱 现在我该怎么办 他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想要找到解决办法 他终于想到了,在回家之前,他把装满金子的袋子留在了树林的松树旁 第二天,他没有去上班 而是去村里买了几条尊鱼,一些甜甜圈和一只兔子 下午,他回到家,对妻子说 拿上你的柳条篮子,跟我来 昨天下雨了,树林里长满了蘑菇 我们要在别人之前找到它们 啊,蘑菇,我们走吧快点 妻子很喜欢吃蘑菇 他提起篮子,跟着丈夫出发了 当他们到达树林时,农夫大叫着跑向他的妻子 看,看,我们发现了一棵甜甜圈树 然后,他给妻子看了他提前装好甜甜圈的树枝 哦,哦天哪,树上长甜甜圈 是的,谁会想到呢 不管怎样,我们去那边的草地上找蘑菇吧 妻子很惊讶 但当他在草丛中找到的不是蘑菇而是尊鱼时 他更加困惑了 亲爱的,看,草丛里有一条尊鱼 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 我爷爷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幸运的日子 我们甚至可能会找到宝藏 农夫的妻子除了爱说长到短外,还有点傻 于是他相信了丈夫的话,一边环顾四周,一边重复道 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 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 他不停地在草丛中寻找鱼 这时女人的篮子里已经装满了鱼 当她和她的丈夫到达河岸时,农夫跑在她的前面看着树林说 昨天我在这儿撒了网,我去看看是否捕到了鱼或虾 几分钟后,妻子听到丈夫激动的声音 快跑,看我抓住了什么 我运气太好了,我抓到了一只兔子 他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妻子一直兴奋地谈论着晚餐可以吃甜甜圈,鱼和兔子 农夫笑着说 哼哼,我们再去树林那边吧 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甜甜圈 哦,是的,我们走吧 他们来到农夫藏金碧的地方 农夫假装寻找什么东西 啊,看这里 有一个奇怪的袋子,而且里面全是金子 哦,什么,你在说什么 是的,我想这是一片神奇的树林 我们在树上找到了甜甜圈 然后在草地上找到了尊鱼 现在是黄金 这个可怜的女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只是喘着粗气用手碰了碰那些闪光的金币 哦,这么多黄金 现在是我们的啦 是的,亲爱的 回到家里吃完晚饭后 他们俩谁也睡不着 农夫和他的妻子不停地站起来 查看他们藏在一只旧靴子里的财宝 第二天农夫又去干活了 但他先对妻子说 不要把昨天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 当然不会,我又不是傻瓜 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对妻子重复着同样的话 然而,没过多久 全村的人都听说了宝藏的事 农夫和他的妻子被南铁叫去 当他们进去看他的时候 农夫试图躲在他妻子的身后 我听说你找到了宝藏 哦,我们确实找到了,大人 你能告诉我在哪里怎么找到的吗 在一个神奇的树林里 他的妻子应南爵的要求 先说了田田圈 接着说了草地上的尊与 最后谈了河里的兔子 与此同时 在他身后,丈夫不停地用手指敲着额头 向南爵比划着 南爵开始怜悯地看着那个女人 我敢打赌,你在那里也发现了宝藏 没错,先生 南爵转向农夫 用手指轻轻地拍了拍前额 同情地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幸的是 我和我的妻子也有同样的问题 农夫和他的妻子被送回家 没有人相信他们的故事 所以精明的农夫没有坐牢 开始小心明智地花钱 感谢观看 明智地花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